總統要不要講一下今天這個新法法庭要大概辯論的重點 好 我都可以 各位民進朋友 大家好 今天民進黨黨團以至釋憲申請人的身份 我們用一個非常嚴肅的心情 來面對這次憲法庭的宣判 我們要知道這個是憲法時刻 當然也是歷史時刻 我們要知道我們只有一部憲法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憲法對立面 每一個人都要向憲法低頭 我們要成交我們今天來到憲法庭 最主要是什麼 要捍衛憲政體制 要維持憲政秩序 讓我們的民主法事能夠積極往前走 這是台灣的功能 這是我們共同的交往 我們一起去捍衛 維護這個我們共同的功能 對於今天當然論告的重點 我想雙方各有看法 我想對於藍白所提的 緩憲亂政 假民主反民主的反改革 國會改革方案 提出兩點的挑戰 第一點當然 作為這個 尿好委員 我們在第一線跟他交鋒 感受是特別深刻的 尤其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一個 誠息性的違法 誠息性重大 假設甚至已經到 499標準 這誠息性已經違憲 那誠息性違憲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沒收整個國會 沒收民主 沒收討論 沒收委員會 沒收協商 那三十年來 三十年來從都沒有發生過 佔領主義一台 用幾首表決 這不是違憲 這不才是違憲 第二個 我們當然這裡面 我要特別點出 韓國醫院長 以及作外奶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我在這裡要強調 韓國醫院長 以及作外奶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他們有權力也有能力 來防止這個行為 繼續走下去 碾壓過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是實體性的問題 南白合作會先亂爭 最後只有一錢圖打 侵害到司法前 侵害到釘達前 乃至於總統的權力 才會發生 歷史上第一次的事件啟發 我們希望這個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所以在這裡 我們由於遺憾 我們一路上看到 南白乃至於學者 他們的學者 就共同做一個事情而已 烏美大好寬 攻擊大好寬 挑戰大好寬 甚至恐嚇大好寬 甚至要 要刪解預算 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 就像黑道行為一樣 難道這個是我們要的民主嗎 請大家要好好思考 對於今天的憲法庭的宣判 一整天 我們是非常期待這個地方 能夠來捍衛 台灣的民主 讓台灣的光榮和驕傲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這是立體性的責任 所以您剛剛有講到說 今天有特別準備 什麼樣的紀念 的辯論 你們打算要怎麼樣去 剛才講過了嘛 就是 誠信性的違憲 尤其是立法委員 最清楚 我們每天跟它對壘 那 他沒收了 我們 中間委員 首要主持的委員會 沒收了討論 沒收了協商 甚至把民運黨版本 史上第一次把 同樣性質 不論病案 這些種的行為 然後 那早上也沒有學中結論 一個月就 到了就表決 那三十年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在這個 此時此刻呢 所以這一個是 一個 史上最嚴重的事情 當然這誠信性違憲 我想我們大夥伴應該了解 到哪兒 呦 很多事 是 連環境 天 的 天 正